部長,我想七年多來,編列的是三項特別的預算,高達兩兆4966億元 那本席一直認為說,特別預算呈現一個常態化 似乎有在留子孫,甚至可能影響下一任政府的財政安定 這種影之卯良的作法 請問部長,這種假切特別預算之明,行一般預算之實的作法 近年來,忽然的編列特別預算的作法 你認為是不是已經違反財政紀律 對,部長,庄部長 報告委員,剛剛委員所提到的幾項特別預算要舉借債務的部分 並不是兩兆,你剛剛說的五千多億 事實上這幾項特別預算裡面 兩兆4966億 那其中役後的特別預算,就是役後強化經濟這個預算 1999億,根本是不需要舉借的 所以這幾項特別預算裡面,在編列的債務舉借的預算數是 兩兆0586億 我看到那些特別預算裡面很多 都是我們公務預算裡面,本來就有編列 但是我們一樣,而且還分藍綠的縣市來給 這一點,主席長,高雄給多少?大家心知肚明 跟那個部員報告一下,我們在給統籌分配稅跟一般補助款的時候 我們有做過統計的,那是因為統籌分配稅比較好的 我們一般補助款就比較少,那我們有做了一個過限度的比較 那我們發現到統籌分配稅加一般補助款以後 那個111年跟105年比較的時候,大概都是增加大概36%左右 增加比較多的是因為新竹市 還有是,我記得還有是哪一個市,就是說反螺市,那個都不是 那個主席長,你把各縣市統籌分配款,你給的,有藍綠之分的 統籌分配款是含到控制啦 所以我們財委會的委員同仁 因為我一直認為說,你就是看藍綠在分配 而且你看,那個高雄不是有一個,他申請3000多萬 結果你給了80幾億,270倍啊 那個不一樣,那個是一個計畫 計畫你3000多萬可以給81億 那個統籌分配稅管加一般補助款的時候 我們111年度跟105年度比較好 成長率都是在36,37,38左右 只有金明縣跟那個是,新竹市比較高 主席長,因為監察院在109年調查報告指出 我國特別預算編列有常態化的現象 而且政府將部分支出隱藏於前瞻計畫的特別預算 所以說監察院要求行政院轉次 所屬確實要潛討改進的建復 那請問109年後到現在 行政院到底有沒有改進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雖然特別預算很多,可是我要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的前瞻基礎建設事實上是四本 再加上未來的一本 總共五本,都是只有 就原則上只有一個前瞻基礎,它五本 那個疫後的那個防疫的預算 雖然是五本,但是也只有一項 所以說事實上並不很多 如果把這兩個都算作,不是拆開來 那個主機長,我剛剛這部分也是在問財政部 那這個行政院到底有沒有改進 還是我行我素 來破壞我們整個財政的紀律 因為監察院都給你們公文了 難道你還在硬拗嗎 那個監察院的一個報告我們會尊重 但是我們的 那為什麼他會有這種報告 陳記長也在這裡 有特別條例為依據 而且送過大院審議的,謝謝 那個主機長,你不要硬拗啦